Hello! 欢迎收看加拿大国际学生雜誌 我是Karen 今天我们来到亚省Kalgary的Seed 加拿大国际学生雜誌是一本专为留学生而设的网上雜誌 和学生家长分享第一手留学资讯 资讯都是由支持和赞助我们的各大院校和官方教育机构直接提供 想留学的你快点联络我们啦! 浙学院是位于有加拿大阳光之都之称的Kalgary 亦是加拿大企业总部集中度最高的地方 不单是多次被认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宜居的地方 而且只要在45分钟车程就可以到达洛基山墨 Kakali的平均年龄是37岁 而且亦被认为加拿大的第三大多元文化的主要城市 而Seed的校园只要步行30分钟就可以到达市中心 而且轻铁站也会贯穿Seed的校园 交通非常方便 Seed的校园提供超过110个技术、贸易和商业领域的职业计划 有91%的毕业生就业率 历史悠久成立于1916年 亦是Kakali第二古路的高等教育机构 以及在加拿大第一所的公立技术学院 Seed的教育形式是着重于实浅式教学 换句话说学习环境的感觉和设施 会和实际环境一样帮助到学生 毕业之后和相关工作无逢接轨 而且课堂都会用小班教学的形式 平均每个课程只有26个学生 而且90%的导师都是与相关的行业有经验的导师 今天我们会介绍有五个在五月仍然会开放收生的课程 而且里面还有两个课程是合资格 可以申请加拿大救生艇计划的Stream A 首先第一个课程就是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iploma 可以用来申请Stream A的两年文憑 雅师有6分就可以达到英文入学要求 课程的第一年会是一些基本的前置课程 而课程的第二年开始就可以选择 专注以下的专业之一 包括是会计、金融服务、人力资源管理、营销等等 毕业之后出来的一些工作机会 包括会计师、会计、文员、业务分析师、理财策画师 金融服务代表人力资源、采购员、在线广告销售代表等等 就读这个课程的毕业生 平均的就业率是90% 起身点的中位数每年大概是48,000元 而另一个有资格外来申请Stream A的课程就是Bachelor of Appli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上课的方式可以在班房里全日制上课或网上课程 入学的英文要求一样是6分的雅师 课程毕业生有多个寻求工作的机会 包括临业、自然资源勘探、环境、工程、咨询、政府、市、省和联邦、资讯科技、医疗保健、甚至旅游、 潜在职位包括GIS技术人员、地理讯息系统分析师、地质技术员等 毕业生就业率是97% 起身中位数是56,000元一年 接下来的三个课程同样需要6分的雅师达到入学的英语要求 课程一样会是5月9号开始 不过就并不符合申请Stream A的资格 首先就是眼科和艳光师的助理证书 课程长到一年 上课方式会是全日制的课堂或混合式 起身中位数大概是35,000元一年 下一个就是Network System Specialist Certificate 这个是Fast Track课程 所以就读32个星期就可以得到证书 而且课堂会完全以网上形式教授 这个课程的毕业生就业率是100% 相关的职业包括IT顾问、网络系统专家、网络支持分析师等 起身中位数大概是49,000元一年 而最后一个就是Aircraft Structure Technician Certificate 是一年的证书课程 课堂形式会是全日制 而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刚刚一样都是100% 起身中位数平均会是40,000元一年 Sate的学生之所以就业率较高 是因为Sate和业界经过多年的发展 已经和业界有一定的联系 在大部分的课程里 学校都会协助学生找到相对应的实习机会 从而找到工作的机会就大大提高啦 如果你对课程有任何兴趣 或者想知道更多详细资料的话 欢迎透过Facebook、WhatsApp、Email 向我们加拿大国际学生杂志查询 多谢大家今天收看加拿大国际学生杂志的资讯 记得点赞和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见!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